位于左营区光辉里后昌路625项的巷口 因为是属于三四十年历史的继承道路 但是在十月底的时候 这个地主因为买卖土地 自行将这个排水沟外移 而这个动作是引起附近居民的不满 担心雨季来临的话会造成淹水 希望能够加强沟通 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多位李宁集结在路口 大骂后昌路625项巷口地主 因为他为了卖地 竟然利用假日的时间 把原本笔直的水沟往外移 引发当地一百多户居民不满 但是原本逢雨一烟的问题将更加严重 而且他这样子一采取后面 一定会淹水百分之百 大家担心是为自己的身家性命在担心 那并不是说今天这个钱不是问题 而是你影响到是整条巷弄里面 整条巷弄里面大家的身家安全 因为你这个水沟往外移的话 这个巷弄是不是叫缩小 缩小在交通方面就会受到影响 那万一发生危险怎么办 这边里面住了一百多户人家 昨营区光辉里的李明质疑 这条三四十年的继承道路 一直以来水沟都设在各户的私有地上 从来没有人反对 这是因为牵涉到巷口地主的卖地问题 竟然就私自动工将水沟往外移 根本是不顾其他住户的权益 他这样子一万一以后 把水沟弄成弯的水沟 那水会那么听话吗 让它弯就弯 让它直就直吗 去公所也有来劝导 叫他们不能这样子 叫他们停工 可是他们不听 另外光辉里里长蒲亦范进一步指出 水沟万一工程失作后 原本的红线跟着被涂销 导致围停车辆一台接着一台 里面进出危机四伏 很容易发生车祸 其派是否可以重视地方失音声 赶紧协助将问题改善 港线黄始天红妇人采访报道